我们知道郑维彤有个外号叫郑不合 就说他这个旗啊稍微有点优势或者军事的情况下 你提合他是不同意的 没想到啊他在劣势的局面下呀 他也不提合也不认输 我们来看这边精彩对局 实在是下到最后啊惨不忍睹没法看 郝鸡超面对郑先生呢 以七人之道还治七人之身 现任指路开局 郑维彤来了一个足底炮 红旗还架中炮 走到这儿黑旗常见的呀 都是补这个项 实在呢他是补了一个七项 红旗呢先补一手试 削弱你足底炮的威力 那黑旗呢布局专家 二话不说 选择把这个兵打掉 以后啊还是想跳正马 那红旗呢就飞个边向 黑旗退一步 红旗上马 黑旗跳马 红旗在开动右翼的子力 他是先上马封的鞠 那黑旗呢就足其进一 红旗在开动右翼的子力 黑旗上马 红旗呢你要是出鞠 人家就有一个上马打你 那他就选择了 出这个鞠 那黑旗呢也是上马封路 不让你这个鞠出来 红旗呢就兵武进一 黑旗补一手试 红旗继续兵武进一 把这个中兵气掉 打通中路 然后啊 马跳进去 随时做好啊 一马换双向的准备 黑旗出鞠 红旗呢就平炮 黑旗呢也不在这里封鞠了 踩进来 踩进来之后呢 红旗呢依然不着急出这个鞠 他选择了这个 动手 弃马踏向 准备啊 一马换双向 你要是踩掉炮呢 这边先一将跑了 所以说他只能飞掉 那红旗呢 开炮一将 黑旗选择出老将 红旗这时候啊 再出鞠 黑旗把炮躲开 红旗 鞠二进六 占据这个 独林要道 黑旗啊 在这里啊 他应该走一手 足舞进一 他害怕什么呢 害怕人家打了之后啊 他打过来 这个一将 很厉害 你不是啊 他又过来一个抓双炮 他害怕这种旗 所以说他把马呀跳上来了 这应该说是一部致命的败招 那红旗呢 进局一捉炮 击中了这个黑旗的要害 黑旗浸泡 红旗平炮一将 那黑旗这个炮不敢躲 躲的话平鞠一将 前鞠后炮 那神仙难救 黑旗呢 他也早有对策 他选择一手回马 等你平鞠来捉的时候呢 他各种一将 来选择跟你把这个中炮啊 对掉 那红旗吃掉 黑旗踩掉 黑旗踩进来之后啊 他踩着双呢 踩着鞠 踩着马呢 红旗呢 所以说呢 也不着急吃炮来一将 他呀先吃掉中族 捉入你的马 逼你定位 那黑旗也没办法了 只能先吃一个再说 红旗要是鞠吃炮一将 让老将进去了 他并没有后续手段 作者他选择用炮打 用炮打呢 你也不敢试 你试的话一杀绝杀 然后呢 他就有一些闪击 黑旗选择了高居 红旗呢 选择了平炮一将 红旗这择平炮一将啊 应该是个次序错误 他应该先吃足 先吃足 以后啊 要把老将给他请上来 再平炮江 或者说平那边江 这个 黑旗呢 他是不敢试的 黑旗要是敢试 这个来一将 只能进来 你不敢电鞠 再一将 还是不敢电鞠 也不敢知识 只能过来 那他有一个一将 然后啊 进底鞠 这样呢 黑旗啊 要丢鞠速败 实战呢 他就选择了平炮江 那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电鞠 红旗不跟他对 吃足叫杀 还打住马 那黑旗呢 选择了一个 点鞠夏儿线 点到夏儿线呢 埋伏在这里 以后这个马一跳进来 往下一进底鞠 一将军就要了命 红旗呢 选择了打掉这个马 红旗打掉这个马呀 他在这里就漏杀了 他应该呀 吃掉这个足 吃掉这个足 你要是进马呢 他可以一将 然后啊 平炮 陷炮 拦住你一个双鞠错杀 你还在进老将 进老将呢 红旗就进居一将 不敢落势 落势的话 罩头一将 你再一捕士 一浸泡 这个闷杀 你只能再把鞠退回去 红旗呢 再浸泡一将 黑旗再把鞠高起来 红旗啊 就打马一将 黑旗还能再把鞠退回去 红旗呢 隔中一将 黑旗一捕士 哎 红旗一退局 下一招 平中一将 平零万 就绝杀了 在这里呢 红旗呢 他就漏杀了 他是选择了 直接打马 那黑旗进马 黑旗进马 这边进鞠一将 杀士一将 要双鞠错杀 红旗落相 黑旗呢 就进地吃相 红旗只能平鞠保住 黑旗扑马卧槽 踩着鞠 那他只能退两步 黑旗跳边 一旦让黑旗踩了这个相呢 就不得了了 只能啊 再把鞠平过来 保住 现在顾不上进攻 黑旗呢 就退鞠来对鞠 那红旗呢 很乐意接受 玩之后退回来 再抓他一下 那小马呢 退不回去 只能硬着头皮 再跳进来 那红旗呢 平炮 把这个鞠给盖住 那现在虽然说 紫利一样 鞠马对鞠炮 但是红旗呢 多双向 最主要的是 这个马呢 不干活 这个鞠呢 又被扣住 应该说 红旗啊 是个盛事 黑旗这个鞠不干活 赶快平出来 那红旗呢 飞个向 黑旗呢 就赶快进足 想着以后 冲过来骚扰一下 你要是飞掉 他就吃掉 那红旗呢 根本就没把你 把这个小族放在眼里 飞个边向 把你鞭马扣住 以后啊 退鞠 或者退炮 就把你这个马呀 给你干掉了 黑旗呢 就赶快退鞠来对鞠 那红旗肯定是不跟他对 红旗呢 黑旗呢 就赶快扫兵 看看能不能 把兵吃光 谋个合旗 那红旗 把这个干掉 黑旗呢 他也顾不上 吃这个兵了 你吃这个兵 人家把你这个 足一飞 这个旗 演变下去 肯定是 红旗胜势 他就赶快往下冲 那红旗呢 就冲兵 黑旗继续往下冲 黑旗把炮高起来 黑旗过来抓兵 那红旗现在啊 这个兵还不给你了 被一个像保住 他过来抓炮 把炮平开 他又退居桌 那这个像啊 就不要了 把居亮出来 黑旗呢 感觉吃这个像啊 速度也太慢了 他就往下冲足 想着以后啊 足靠近九宫 把这个俩室啊 给他换完 不让你有炮架 那红旗呢 高一步居 黑旗靠近来 红旗就往下冲兵 黑旗呢 拱一将 你要是试掉 他就杀试一将 把俩室给你换完 那红旗呢 保留一个试 当炮架 不理你 你这已经 拱到底了 变成一个老族了 谁理你呢 是不是 黑旗呢 就再过一个 红旗呢 就退炮 这样呢 这个族呢 就凉凉了 这个族保不住了 那他就吃个像 他就把族一干掉 还有苹果来吃冰 红旗呢 知识一将 给其进老将 红旗再来一将 给其出老将 红旗呢 高居于宝 那走到这 对于他们这种 高手来说 职业棋手来说 这已经是必胜残局 应该可以交枪了 但是郑卫同觉得呢 自己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因为啥呢 你现在你看 你万一拒走开 一不留意 人家兆头一将 憋死了 虽然他不认输 他选择了 拒进一步 等他 等着 等着这个 红旗犯错 红旗万一激动 把这个族一吃 他这兆头一将 赢了 那红旗呢 来一将 可以 这个是 再杀士一将 进来 再来一将 那你这 不敢再出来了 出来了 平一将 你只有电局了 这个是 那红旗看得很清楚 哎呀 选择把士给你崩了 崩完之后 你现在 赵头不是杀了 而且呢 他还有一个臭姜 那他呢 也不吃这个兵了 你吃这个兵 他这个 老将一尽忠 人家这个 巨炮啊 马上就给你来个 海底捞月 他选择了一将 然后啊 退居 那红旗呢 就平一将 黑旗只能出到这边来 哎 红旗呢 也不要这个兵了 下个事 哎 以后把炮缩回来 这个一扬事 有事当炮架 也就结束了 那走到这 该认输了吧 还不认输 觉得还能抢救 又把兵一吃 那红旗呢 把炮退回来 下一招 准备割肋上来 那黑旗呢 选择进足 这 好记超说 你还不投降吗 那郑伟一通说 我觉得还能抢救抢救 好 那品个炮 黑旗继续往下冲足 那红旗知识一将 你这族离的远着呢 电不上 只能电个锯 那把锯打了 那这成个锯炮 对你个光老将 该投降吧 还不投降 上老将 这给 给这个好机车啊 也整不会了 本来他一退居 一平居 这也就结束了 你这个足强 遮住凉还远着呢呀 那你既然觉得 你还能抢救一下 那好吧 他也不平一江 他呀杀人逐心 他进一步 他进一步 来了一个困壁 哎 真是我才发现呢 我就说了 他军事下 他不合旗 没想到啊 在烈士下 他还不投降 我还能抢救一下呢 我还能抢救一下呢 我还能抢救一下呢